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回到廿場櫻台的直播時間 來到這一節是發達廣場 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來自我們研究部的分析員 譚志愿安娜 安娜 你好 安娜 你好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半日公共榜方面的走勢 看看哪些股份被公共得最多 先跟進一下半日主板成交方面有400億 股份方面佔了27億多 股份方面被公共最多的股份是騰訊空股 編號700 走勢比較零利之餘 股控額也有在 比較多一點 佔股份成交接近兩成 安娜可樂成為第二位被公共最多的股份 914 股份佔了1.79 佔股份成交接近五成 安舍A50繼續在榜上有名 股份額方面是1.62億 佔股份成交超過兩成半 長城汽車亦被拋空 股份額是1.24億 佔股份成交接近四成 先跟進一下 騰訊看股股 見到700現在都在升 升近10元 現在是在做522元 升近2% 見到繼續在500元流上 繼續向上 最近大家報告 越看越高 騰訊的走勢 大家都很樂觀 大家買的都是將來發展的前景 但是大家看得好之餘 都有不少金額去到沽空 你又怎樣看 看回騰訊的確 最貼切的說法 始終說 大行始終越看越好 今天甚至有大行 看到619元這些位置 其實看回普遍大行的看法 都有接近600元水平 其實看回現價 520多元這些位置 騰訊的歷史市場率 你的未來發展都納入在股價的價值上 看回未來來說 的確好像一些手機平台 好像社交平台微信 未來來說 有一個潛在很大的發展空間 另外電子商務平台也都見到 好像之前他們 入股華南城等等這些因素 使得市場在衝敬 未來他們在物流 電子商務平台的發展 會有一個不錯的表現在 所以騰訊的未來發展 的確有很多利好因素 或者很多的衝敬支持著它 股價看回現階段的市況 仍然是炒股不考試 所以短期來說騰訊的股價 的確是有條件 有機會再做好一點點 看回整個技術走勢 你說騰訊現階段 見到升勢都仍然是比較明顯的 仍然在10天線上 所以我覺得你說有貨的 或者未買的 可以留意一下 部署就是股價 不跌穿10天線 500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的確是有條件 繼續向上望的 短線阻力當然就是昨天的高位 536元這些位置 但是如果能夠突破536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你說要試550元 甚至你說其實未來 要試600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未必是完全不可能的 好 接著就是跟進第二位的股份 就是安花海螺水泥 編號914元 現時來講做30.15元 暫時來講升超過2% 見到最近海螺發了一個型起 股價也受到支持 但為甚麼呢 另一方面來說 孤空仍然有金額去到做孤空 其實怎樣看這個股份 其實股價表現呢 都見到近期的海螺 股價表現都做得不錯 其實你說始終主要原因 當然就是 無論是安徽海螺也好 華潤水泥也好 都發了營起 見到在2013年他們的營利能力 真是有個很明顯上升的勢頭在這裏 這方面最主要第一 當然受惠的 始終那種水泥行業 生產水泥這個方面 煤炭的成本佔了差不多三至四成 煤炭價格 在個案那一年跌了那麼多 他們一種的水泥股都受惠這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就是水泥價格 一直講水泥行業最大的問題 就是產能過剩這個問題 正正因為這個產能過剩的問題 令到股價在過往一年上半年 就相對做得比較差 股值都會落到一些比較合理的水平 但是見到產能過剩這個問題 在內地方面其實問題就沒有非常之嚴重 水泥價格在部分的地區 好像西南部地區等等 反而是做得不錯的表現在這裏 這方面都帶動到水泥股回升 其實未來自己看回 我自己對於水泥股的看法 都不會太差的 始終未來來說 中央仍然是為了要確保 城鎮化的步伐等等 都會大搞幾件項目 對於水泥的需求仍然是有幫助 再加上上市那幾隻 無論是安分海螺 華潤水泥等等 這些大型的水泥股 都會受惠行業整合這些因素 所以前景上 未必說真的太差 特別這些大型的水泥股 不過留意一下 為什麼沽空比率相對地較高 其實近期來說都有消息 水泥股除了發營器利好消息之外 風險因素 好了 就要留意一下 因為正正水泥股有個好轉的跡長 其實內地有些消息都傳出 未來來說 在減排 或者是防止環境保育方面 水泥股未來來說 對於相關的開支等等 可能會有機會大增 這方面有機會削弱他們的盈利能力 不過整體而言 水泥股我覺得是有條件繼續向好的 以安徽海螺的股價技術走勢看回 現段的股價都突破了30元這些位置 短線來說 留意一下30元這些位置 能夠站穩 如果能夠站穩30元樓上的話 我覺得是有條件試回32元這些水平 好 接著說一下第三隻 就是安石A50-223 這隻A股的ETF 經常都出現在股空榜方面的榜上 看到安石A50現在是正在做8.84 暫時跌4 跌幅來說不超過1% 說這隻股的走勢 要跟進A股方面的最新表現 看到上證指數 現在這刻跌14點 做2,008點 深淨城跌67點 做7,599點 虎深300指數跌22點 做2,1889點 看到三大指數的跌幅 介乎0.77%至1.01% 先問你 好像A股方面繼續走弱 是否拖累到A50方面的走勢 的確沒錯 A股的現階段的勢頭 略為偏差一點 無論是A50-223 或者是內地股市上證指數的表現 都相對地比較差 主要原因大家都知道 近期市場的焦點 都落到IPO重啟項目上面 但你看到的 今天整體現在 內地股市有第一隻新IPO上市 整體他們的表現 其實都不算太過差 我都相信 其實這方面 如果市場慢慢將焦點落回 重啟完IPO之後 內地股市表現都不算太過差 內地A股是有條件做好一點 到時的話 我覺得A50同樣地 存在一個比較大的反彈空間 因為無論是這些A股的ETF 或者是內地股市都好 現階段嚴重地超賣 你看回整個技術走勢上面 第一 你就見到223個技術指標 STC 已經處於一個嚴重的超賣階段 所以後市出現技術反彈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也都見到股價上面 現階段其實都緊貼著10天線 如果突破了10天線 我覺得絕對有條件出現技術反彈 另外留意之前 特別說在12份開始 A50走勢相對比較差 的確形成了一個雙頂的形態 不過你看回 由9.6這些位置形成之後 回調到近期8.8這些位置 其實整個雙頂量度跌幅計 都行到七七八八 所以我覺得的確有條件 存在一個技術反彈 所以這些位置去搏 我覺得可以的 至於短線的目標 反彈目標 有條件去到50天線 9.6這些位置 好 剩下時間跟著最後一隻 榜上有名的股份 就是一隻長城汽車 現價來說 掌35.1毫升 超過2% 其實之前就去H8 這個型號的車 推遲上市 令到股價跌了下去 今天來講回升勢 但是另一方面 又有沽空 其實怎樣看呢 就是長城的走勢 看回汽車股 其實今年來說 也有提過 14年來說 是要看得審慎一點 至於長城汽車 始終在講他們的哈佛品牌 其實對於公司來講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品牌 始終在講 有消息說要推遲 推出哈佛品牌 擔心會影響他們的銷量 而且公司到現階段為止 對於今年的銷量目標 仍然是不明確 這些不明朗因素 有機會影響股價表現 所以就算今天出現反彈 我也覺得要小心一點 看回技術走勢上面 的確在之前那段時間 特別在星期二那段時間 傳出他們延遲 而推出哈佛這個品牌 令到股價急跌下來 我覺得是有跌過龍的跡象 不過未來來說 一日未有明確的消息前 36元這個下降跌口的底部 能不能夠突破這個位置 仍然有所保留 所以我覺得有貨的 不妨留意 把指洩位置放在34元 不跌出34元 可以繼續向社務 但短線來說 阻力位是36元 如果突破不到36元 我也覺得可以考慮先行股出離場 謝謝Anna詳盡的分析 和我們討論了股控榜方面的走勢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Anna在身邊 和大家跟進港股最新情況 以及個別股份的移動表現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繼續話題 我們先休息一會 先休息一會 幸福全身嗎 現在的下降 所以我們先休息一會